说啊 来来来 这就到我家了 我跟你说啊 你答应我两件事 你如果不我办我都不能进屋 哎呀大爷 我答应你两件事 我肯定都给你办到 我再给你叙述一遍啊 第一 我六万块钱买你手里这个手把劲 第二 给你找个后老伴 多烦了 第一件是介绍老伴 完事再研究手把劲的事 大叔你的心情不好呢 先买你的手把劲 你这是不常识 我走了 别别别别 好好好 哎呀行 先给你介绍老伴 行了吧 这是我家 来来来 这是你家 妈 我回来了 来来来 那位是 这是我捡的 不是 大叔 大叔啊 你先坐 里边坐里边坐 到家了别客气 这有水果 怎么是 妈 这位大叔 我是从银行碰上的 你看见他手里拿着那个玩意儿没有 假的 连十块钱都不值 他非要给人家打款 打五万块钱 哎呦我的妈 好家伙 在银行里 保安也拦他 是工作人员也拦他 说啥也拦不住 非要给人家汇款呢 这咋办 你说我碰上这事 我能不管吗 对 得管 解放邻居们 我管不管 对 我是正义的化身啊 我不能让这个大叔吃亏上当啊 可不 所以说我就跟他说 我说大叔 这么对吧 我六万块钱 我买你手里这个玩意儿 他还是不同意 完了他给我讲了他的身世 他说他单身 想找个老伴 我说我给你找个老伴 这种回事 这种回事 所以说妈 你给他当老伴呗 你这孩子啊 你疯了吧你 你年轻的时候不是在剧团当过演员吗 我当演员那都是演戏呀 咱今天就得给他演一出戏 咱不是为了救他吗 求你了吗 行行行 你算把我豁出去了 小伙子 介绍对老伴 你老伴 在这儿呢 好 好吧 行了 老伴你也见着了 是吧 挺满意的吧 挺满意 来吧 这玩意儿我六万块钱我买 但是六万块钱我可不能交给你 你得给你儿子叫来 我交给你我不放心呢 快打电话 把你儿子叫 你先不跟我儿子打电话 我先给老妹子聊聊 咱怎么也聊 大妹子 你也是单身的 那 那你老伴啥时候走的 走 啊 那个刚走 刚走 这有点太急了吧 不是不是大叔 那个虽然我爸刚走 这不是我妈急 是我这当儿子的急 你看我爸走了吧 我妈也没人照顾 我工作也忙 你俩要是在一块了 互相有个照应 我是不是也放心呢 对对对对 我这帮儿女啊 那老笑出来 是 这也是哈 人这一辈子啊 常陪自己身边的 不单是孩子和朋友 对 最主要还是生活的另一半 哎 大妹子 来 你坐 你请坐 你请坐 坐坐坐坐 坐坐坐 我这人挺直 有什么说什么 啊 你看我怎么样 啊 那个 我看你挺好的 看我 来来 大妹子 坐这 我坐这 行 来来来 你看 你看 来来 坐这 你看我 我这人呢 看你也不错 我和你 咱这事就这么定了 行不 啊 只要你不走 你说咋的就咋地 我让我给你看看 来 给我看看 谁在家呢 这谁啊 这是 这是谁啊 这谁 谁啊 你问我谁啊 你别说话 别说话 那个大叔啊 你来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那个别说话啊 这是我大哥 那是我二哥 别说话 大哥你来 我跟你说句话 二哥你也来 不是 不是 大哥你请坐 妈你 哎 请坐 是这么回事 我在银行碰上他的 他手里拿那个东西啊 不能让他受骗上大 哦 我明白了 哈哈 你是把他留着 我买的时候的东西啊 对啊 那么贵 妈你明白了吧 你这是演戏 就是啊 这是演的有意义啊 太好了 哈哈哈哈 哇 你笑啥呀 演戏救人家 你严肃点行不行 你现在演的是我大哥 你得活活一点 开演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你你你你你是他大儿子 对是我大哥 我我他我他大儿子 我长得特别像我爸 哦 我爸走得早 我还是那我跟我爸不长得像吗 大伙就以为我爸没事老回来 是不是 不是 我出气感 那你 你怕你还有点差不多呢 不是 你我就是长得着急 嗯 其实我我今天三十五 我输狗的 本名免 哈哈哈哈哈哈 那你跟他叫声妈 啊 你跟他叫声妈 你叫吧 谁叫啊 你叫 大哥 你叫声妈怎么的 叫声妈 大人的叫妈有什么呀 啥玩意呢 叫的不成心 你大点声妈妈 哎 儿子 哈哈哈哈 是不是啊 哎 这 他大哥 我 我 我 你怎么这还不明白呢 大哥 二哥 三弟吗 大哥 二弟 大哥 大哥 我咋看不像哥撒呢 马上就是了 我一百 中干哪 一胆 翻越了 告辞 回来 不是傻子呀 前世分疯了 跟我爹哥这结拜呢 这个 孩子饿了 回去喂奶去快点 哎 这谁啊 哎呀 那是我二姑娘 哎呀 你看你的家里人多好啊 这么多儿女 你放心 从今以后 你这儿子 你这孩子 那就是我的孩子 没想到 我这年龄段 哎呀 还得了个大胖儿子 哈哈哈哈 天呐 难道你就是我从没见过面的爷爷吗 爷爷爷爷爷爷 等会儿吧你 什么爷爷爷爷 你你当你是葫芦娃呢 不是 这是什么 咱们你你你 妈 你回这叔叔在聊会儿 我跟你说是怎么回事 我从银行碰上他 来来来 你来坐呀 哎呀你赶紧去派出所报案 好好好 我也跟他去吧 这家我算呆不下去了 哎大妹子你别走啊 不是不是 这啥叔叔你这回事 我妈给你买菜去了 现在我们家冰箱里就剩蚕豆了 怕割着你 好好好 太热情了 哎呀 大叔啊 你看我我老伴你也见着了是吧 对对对 是不是挺好的 挺好挺好 我们哥仨呢这个事也都同意 现在商量商量你这玩意卖给我呗 什么玩意啊 什么玩意啊 这东西是是我花五万块钱买的 获得付款 我当时要上银行去付钱的时候 这小伙子要输六万 不让我付钱 就把我领质来了 啊我看看 还给我六万 我看看 六万 我给你六万五 行啊 行啊 行啊你找什么乱呐 这玩意你不明白吗 这玩意也不值钱呐 我出六万六 七万七 我六万八 什么玩意叫六万八 买什么玩意呢 啥 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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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爷 爸啊 什么呢 既然二哥你这么不仗义啊 大哥 那这么的吧 咱今天拍卖吧 你当拍卖师 好 我七万 七万一次 一次就敲啊 哪有这样的 不能是这样 干啥呀 大哥和三弟欺负老二啊 你把贴你啊 我这前开始拍 我七万一一次 七万一两次 我七万二 成交 什么 我成什么交 不行 我失了 成交 你成什么交啊 我还没喊呢 大叔 够了够了够了 我这人不贪财 十万就行 行 十万我就购你了 他一会儿会给你取钱的 告诉你啊 大秦子 这可不是我们家逼你买的啊 你吃亏上当 你活该 你掏钱 你给人掏钱 吃饭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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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你都了解了吧 路上他们都跟我说了 太好了 大叔呢 这 这这呢 这他警察还来了 就是他 你快点吧你 大叔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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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坐坐坐 大叔啊 我听说你有个宝贝古董啊 是 在哪呢 这呢 这呢 不是 我卖他 你歇会吧你 就这 有毛病吗 大叔啊 你上当了 你看看 多负这一家人呢 把那留住了 您这钱 要是给打过去 那可就回不来了 你这钱就打水票了 你看看 你就是不信呢 谁来的 你都不行 就您这个 假的 假的呀 不能啊 一年多了 我们联系的 他给我发货 我给他汇钱 最后他用高价 又回收去了吗 高价还回收了 这能是假的吗 大叔啊 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人家不让你尝试点甜头 你能上当受骗吗 这叫放长线钓大鱼啊 不过你放心 我们已经立案侦查了 实话告诉您吧 就您这东西啊 你有点心理准备啊 也就值十块钱 你不信 十块钱 十块钱 十块钱你要五万 这些骗子 大叔 我跟你说 大叔 你千万别摔了他 这玩意儿你收藏着吧 警钟长鸣 回头再遇上这种事 你拿出来看看 你就不会上当受骗了 小伙子 我对人是愿意 贪点小便宜 这毛病 我一定得改 你看 老公 太对不起你了 你看这张细眼的 把你还演走了 没事 你就让再把我演走几回 能把他救回来 这细眼的就值 大叔啊 你看着我老公呗 这身体呀 健健康康 硬硬烂烂 拿头小猫驴 我也不跟你换 这家都是好人呐 我老伴不爱我 老爹你拿我换驴 哥哥啊 我说你两句吧 现在真有那么一伙人 就把眼睛盯在咱们老年人兜里那点钱上 咱们这些老年伙伴 有的还真就是爱占点小便宜 还有的那孤单寂寞 想找个老伴 最可气的有的人 他是又想找老伴又想占便宜 你说我呢 咱们一生啊 咱俩钱不容易 是 看住了 缘分到了 再娶个老伴 过个幸福的晚年比啥不好 听你的 大叔啊 今天你可千万不能怪我 我是不是有意骗你的 我是我们家正义的化身 不喝烧这种事我必须管 好孩子 行了 今天警官也来了 大叔也来了 都别走啊 怎么着 妈你炒几个菜 让我大哥陪他们喝两重 你叫大叔哥呢 你干什么样 他这管我叫一下午了啊 你自己看着办吧 下午了是吧 得劲吗 老得劲 过瘾吗 老过瘾 早回瘾 妈呀 他到底是谁呀 这是他叫吗 妈 我是他妈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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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呀 算了